1949年元旦,狼狈不堪的蒋介石发表新年文稿,则新内容就两个字,求和。 一贯宣称和抗急投降的蒋介石,已经不顾脸面了。蒋介石的这个新年文稿,是从同府政务局上陈芳如笔的。 自能胆成布雷自杀后,蒋介石的一些讲话和文稿,便由陈芳直笔。 毛泽东针锋相对的连续发表,论炸桌球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,指出蒋介石的目的,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,确保这个阶级和政府的法统不至中断,并将被除为宪法,和被除为法统,作为国共和谈八项条件中的第二、三条。 这两篇文章十分犀利大气磅礴,蒋介石听后,很郁闷地为为自己捉刀的陈芳,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写出共产党那种有号召力? 改召力通俗又好懂的文字来。 陈芳说,比方文章都出自毛论之之手,他的文章诗词有气吞山河之士,包容宇宙之机,文章风格一听一乐便支持毛先生手笔, 贪人不能学野,非我等碌碌之辈所能为。 陈芳雷手继强续为蒋介石捉刀,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陈芳雷,生前也曾被蒋介石问过这个问题。 1947年12月25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,做了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报告。 1948年初,国民导情罢部门,把毛泽东的报告文本,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。 蒋介石踩踩细细的看吧,正巧缠步。 雷进来,蒋介石嘟囔了一句,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。 陈芳雷明白总统在批评身边的文人写文章不行,有些着急,于是,就软软的顶了一句,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。 蒋介石气得要死。 1946年6月下旬,蒋介石集团悍然调起内战。 陈芳雷很厌恶内战,认为饱受八年抗战之苦难的同胞,应该休养生息。 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把兵修战役和,还建议蒋介石拿出藏尼的美金,用于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。 却被蒋介石置之为书生误国,陈芳雷茅生死意,就在其自杀的前几天,陈芳雷又苦口佛心的,向蒋介石建议反对内战。 龙野大怒的蒋介石,惊打了陈芳雷一个耳光,是可杀不可辱。 1948年11月13日,陈芳雷服用大计量安眠要自杀了。 不到一年,蒋介石集团败退到台湾岛了,逐渐从律师中带出。 刘季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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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季欣